每年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 必须留下一层给老鼠吃 今天是冬至 虽然不放假 也是个大节 老话说的好 冬至大如年 冬至这一天 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风俗 你比如说北方 一般都得吃饺子 南方呢 吃汤圆的居多 也有了地方吃馄饨 其实咱们说说 潮汕地区是怎么过冬至 自古以来 潮汕地区就把冬至 成为了小过年 一看就是非常重视 这一天 祭祀祖先 上坟扫墓 还有吃一种食物 叫甜丸 甜丸呢 就是汤圆一类的东西 只不过潮汕人 给了他独特的叫法 一般来说 从冬至的早晨开始 大伙杀鸡杀鱼摆在祠堂里 祭祀祖先 到中午一家人 或者一个大家庭的人 去的一块吃饭 吃饭的时候 家家户户的菜 各式各样 唯独甜丸 那是统一的标配 而且很多人家 还有个习惯 把这个甜丸 放在自己家的门顶 防粮啊 或者是米缸上 据说万一家里哪个人不小心碰到他们 就意味着有好兆头 如果说这天有客人要来家串门 客人碰上了 也能交好用 所以很多潮汕人家到这一天 想法设法 让自己不小心碰上甜丸 图个吉利 当然还有种说法 说这个甜丸 放在这些地方 其实是为了让老鼠吃 为什么呢 最早吧 潮汕人地里种的五谷 那些种子 就是老鼠从很远的地方带来 给大伙种 大伙为了感谢老鼠的功劳 约定好了 每年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 必须留下一城给老鼠吃 但后来人是越来越贪心 总不满足 就把地里所有的庄稼都收割掉了 这下老鼠不满意了 上观音菩萨那儿告状去了 菩萨苦度众生啊 那其中就包括老鼠 那之后觉得老鼠说了也有道理 我们人类商 说咱们这样吧 你们把庄稼不都收割了 这个有情无可怀 可很多时候粮食确实吃不完 你都放坏了 你也浪费 这样吧 弄点甜丸 放在老鼠经过的地方 让他们吃 一来省得他们老来告状 二来呢 也算是感恩吧 你别看老鼠现在有害 不定什么时候 又从哪找一些个新的粮食品种 让你们种 人类一听就挺好 点头同意 毕竟菩萨的面子不能不给 所以潮汕地区就形成了 东智在门上防粮上放甜丸的传统 各位老铁 快到午饭时间了 您今天准备吃什么呀 饺子 汤圆 还是来一顿甜丸 欢迎在评论区说到说到 最后 祝大家冬至快乐 愿所有的人今天吃饱喝足 踏实实的过一个暖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